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 上一次呢我們跟大家介紹過 官方最近要舉辦一個生物的投票 那其中呢有一個冰術師 這麥塊地城裡的冰術師 會不會移植到這個麥塊的世界裡面呢 那果然有國外的作者呢馬上就做出 冰術師如果在麥塊中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呢是取代換魔者 他把換魔者改成 就這個樣子 把它改成一個冰術式的造型 然後它旁邊的冰球 冰球就是它的老鬼在飄 然後它的冰柱呢 照理說它應該是 這應該就是 它把那個地刺變成這樣的感覺 變成從上面往下刺 原本是 從下往上戳嘛 造型稍微改了一下 它這邊主要是一個材質幫我改變它的這個 模組造型喔 所以它的攻擊方式其實就是還是 換魔者的感覺 大致上感覺一下這個冰術式的感覺 它如果未來的話 應該會是在頭上 有一朵雲 冰雲 然後 一點時間它會追蹤 追蹤你一段時間再砸下來 然後砸下來應該會是 一個暈眩傷害喔 但Minecraft裡面沒有暈眩 所以不曉得它會不會做成這個樣子 不然就是可能會彈飛吧 會讓你撞飛一段距離 一個大範圍的冰塊球 這樣子掉下來 但目前它這個資源包做的還比較粗糙一點 它這個冰塊旁邊貼著雪球欸 很好笑 然後它貼著雪球 然後裡面還看到那個 刀裡面還看到那個 腦鬼的鐵劍露出來有沒有 它裡面那個沒有把它變成隱形的 露出來了 然後它的冰術式造型呢應該 好像就是差不多這樣吧 把它重化了一下 跟幻魔者那個造型好像是共用的 然後它有一個披風 我發現它是不是有一個圖騰的感覺 臉上有那個紋 花紋 然後它上面藍藍的 然後它就是跟那個幻魔者啦 然後味道士啊都同一個種族 變成冰術師的感覺 到底會不會加入呢 是很好奇啦 那加入就是會很很危險喔 在這個冰的雪球地方會變得更危險 不過其實現在來說 如果官方沒有做的新增呢 玩家其實也都有辦法把它做得出來喔 可能是用資料包或是支援包的方式 都有辦法重現 可是支援包的話 因為它沒辦法創造一個新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把其他東西拿去改 所以沒有一個新的物品出現 新的這個種類出現 所以當然能實際的添加進去呢 這個 以後的發展或是修改應該會更好 像它的特效可以拿來用啊 它的法術可以拿來用啊 再做一些機關或是什麼 風景特殊的指令都可以用到 所以當然是能加入更多更多的東西越好啦 那目前這三種來說 會加到比較多特效的就 就是冰術師 那花花牛的話 基本上它們就是一個生物 就是一個新生物 它沒有什麼招式或什麼特效吧 牛可能會有 那個牛走過會開花 那那個開花那個瞬間應該會有一些特效 應該也是蠻漂亮的 好的短短的介紹分享給大家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